青海省應急管理廳廳長遭到調查 當地西寧市市長也被中共雙開 習近平大刀開閘 青海省高層 所有源頭指向他 趙樂際同志 中共第三人趙樂際 就是發跡於青海省政壇 之所以惹得主子不開心 媒體報導習近平將第三任期 諸事不順的原因 歸咎於趙樂際會樂秦嶺龍脈 而秦嶺則被習視為自己重要的 風水寶地 中共風水上認為有三大龍脈 貫穿北中南 秦嶺就位在龍脈之首 過去俄凡宮建造秦朝滅亡 唐朝修建華清池 安世之亂進階而來 讓過去帝王對龍脈說法深信不疑 而秦嶺所在的陝西 又是習近平的老家 但2003年開始 中共權貴卻大肆在秦嶺新建別墅 為了拆除上千間別墅 當時習近平發出六次批示 引發官場大清洗 事後也多次回訪秦嶺下馬威 趙樂際過去有江派護航成為七人常委中 少數獲得留任的官員 如今習近平一人獨大 不論整治青海是否真的是因為龍脈被毀 中共在國際興風作浪 再好的風水恐怕都毀在中南海這一潭火水 三連新聞上段報導